在长江中下游 有两座隔江相望的山石 屹立于北岸的小山 叫做小孤山 南岸的岐石 名为彭浪基 这片江岸景色 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相传 小孤与彭浪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 颇受当地百姓的敬爱 新生极度的土地爷 便向玉帝呼现他们是一对妖精 于是 玉帝将这对夫妻 分进于长江两岸 不得相见 最后 小孤与彭浪相继投江殉情 分别化作了山石 从此隔江相望 宋代文豪苏氏 曾为这段传说 留下了感叹的诗句 周中骨客 莫慢狂 小孤前年 驾彭浪 作为身向江中的一块 巨大岐石 彭浪基就位于 金彭浙县的长江岸边